然後你順一下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 這樣懂有意思嗎 懂耶 你就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 謝謝你 我們來 我們來幫他示範另外一邊 他不會拯救 你好多頭皮屑喔 他是 他是很嚴重的乾性頭皮 對 你看 我們非常嚴重 而且他是大塊的 天啊 他是附著在 好恐怖 很大 不是乾脆 別回來 是慢慢摔摔 是不是 那怎麼辦 雪花紛飛 好癢 老師 老師 你要剪他 我勇敢 我有洗頭的 這個情況是每一個人都會發生的 那頭皮本來每天就會代謝角質 代謝角質所產生出來 就是像這種頭皮屑 只是它是整片整片黏在 他的這一個頭皮上面 而且是很大塊的 對 我們先姑且不論 當然不是像 譬如說你看喔 乾性頭皮的特徵 來喔 大家看喔 我覺得這個非常難得的經驗 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嗎 好大塊喔 太恐怖了 我看不下去 肉眼看 它整個頭皮屑被我剝起來的時候 它的頭皮是呈現紅色的 真的 所以代表它是非常嚴重的缺水 而且是敏感性的頭皮 那應該要怎麼辦 等一下我們先來解決一下 最少是這樣它有個救 有個救 所以它現在如果不好好照顧的話 它就會從這裡開始凸掉 對 它的頭髮這邊一樣是梳不開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距離頭髮的10到15公分 均勻的 均勻的 一定要避開頭皮喔 好 頭皮不要噴 好 好了之後呢 都先不要梳子 我只是用我的手 順順的這樣 對 重點是它完全不會影響到它的捲度喔 記得一定要由上往下 然後呢 然後呢 下巴裡面 那捲呢 下巴裡面 對 好 最後呢 我們就用寬齒酥 把它輕輕的從髮尾 你就可以戴一下 欸 變好順喔 對 不一樣耶 它就像頭髮的隔離霜 對… 那它可以幫你對抗紫外線 那你不要想說我在冷氣房裡面 就不用噴這個了 錯了 冷氣房呢 其實因為冷氣空調的關係 它也會帶走你頭髮的水分 所以每樣一個人 後來就會脆掉 脆掉的以後就斷了 對…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需要 做這一個動作的 對 新加坡女生好像慘喔 出去頭髮也是乾 進室內頭髮還是乾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它的背面 哇 太難了 太難了 我們現在把它的頭髮洗乾 不然想像你頭髮還有舊耶 天啊 梳完之後啊 先用寬齒酥一樣 我們很公平喔 先用寬齒酥 然後你從上到下 你看我噴很多喔 所以其實它的那一個吸收速度 其實是很快的 也代表就是說它的分子 其實可以很快速讓頭髮吸收 它不會太油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很自然的輕鬆的 就可以把它梳開了 然後頭髮的鬆度也就可以出來了 因為髮質變很好 對 那如果真的太油的東西啊 其實我可以示範一小撮給大家看 就是真的如果真的是太油的話 像這種 你梳完它是這種一條一條的 大家記得如果你在試用的時候 它梳出來是這樣的話 就最好不要用 因為這個就太油了 對 那像這一邊呢 就是你原來的 所以你等一下這樣呢 可能就這樣出門 沒有 好氣喔 好 大家對抗斷裂的觀念有了吧 有 沈莉其實是很希望把現在 所有無心的元素都往自己的身上放 其實是錯誤的 所以應該把他們都一一的除掉 我的天啊 太好了 再來我們要解決你的問題 對 頭皮的問題 頭皮 這個時候要再告訴你一個 非常不幸的消息 這是 大家知道頭皮跟臉 其實是同一張皮 其實是同一張皮膚 對 所以你這一個地方 開始乾燥 開始老化 我的臉是乾的 對 我知道 我還沒講完 你就代表你整個的肌肉 跟你的這個皮膚 都在往下掉 我相信你的頭皮應該是 鬆的 對 你看喔 好可怕 你看 其實我們要看這個人的 頭皮的年齡 看這裡最準 你看喔 我不要拉這裡好了 我不要拉下面 因為拉這裡啊 其實是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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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回去看播出 真的 第一個 其實大家如果真的不去重視問題 其實是非常嚴重 而且女性的老化開始 從頭皮開始老化 真的 好可怕 所以它是這樣掉 余月紋開始 然後這一塊 開始 然後再來 下巴 下來 下巴脖子 好 我拉中間這一段就好 而且我也輕輕的 你就知道他頭皮是 因為他的皮很厚 不是 他頭皮的彈性跟緊緻度 或保濕度 都降低了 也就是說他頭皮的年齡 比他實際的年齡 應該老了10到15歲 天啊 因為他並沒有去重視 他頭皮的保濕 對 然後防掉法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老師 雖然他這麼短 真的 你們加了幾天 你看喔 等一下 你們不要與我在開玩笑 本人雖然臉很臭 但講話一向不亂說 對 我是要很認真教大家 一個正確的頭皮觀念 你看他剛剛是連脖子 都在動對不對 我們看老師 老師 老師 你看喔 而且我是很用力喔 老師的我是很用力 可是老師這一塊 是都沒有動的喔 好緊喔 好緊實喔 老師 莫荒莫荒 現在我要告訴大家 如何去擦這一個頭皮的商品 很簡單的呢 你所有的問題 你是乾性頭皮 油性頭皮 或者是會掉頭髮的頭皮 然後你想要讓你的頭髮的緊緻度 可以恢復 其實這一瓶 他一瓶就可以做到 就他頭皮的問題 對 解決所有問題 我現在一樣要幫他做一半 但是我要先告訴大家 擦這個東西的方式 大家一定要切記 第一個 如果你是油性跟敏感性頭皮的人 擦了之後 切記按摩不能太用力 然後你按摩的方式 不能是很粗魯的 你只能定點輕壓 讓它是可以吸收 因為你太用力 或者你太粗魯 是增加它的血液循環 那你按摩的用力 只是要讓它吸收而已 如果你是乾性頭皮的人 你就可以去用按摩的方式 但是切記 千萬不能用指甲去摳它 比如說指甲或者是指腹 你一定要用指腹 不能用太尖銳的東西 那多久用一次 每天 好 欣美姐問得非常好 謝謝 因為其實 其實 其實呢 它是三個月為護理一次 然後如果像你這麼嚴重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你天天使用 那你覺得有舒緩一點點了 兩天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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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一個狀況比較OK了 你最後可以變成一個禮拜 用一次或兩次 那你到最後都好了 我會建議一個月用一次 所以這是去保養 對 洗完頭 洗完頭保養 我覺得非常貼心是 任何頭皮商品 我都非常建議有一個 這麼細細的一個管子 因為它不會讓你的量太多 接下來由我來教大家 如何使用 它每一瓶 每一盒都有一顆 洗完頭 吹乾才能用嗎 沒有 你可以吹乾淺 可以吹乾淺 頭髮還是濕 那大家要記得是 這個是安品 這個下面這個是玻璃 你要讓這一個東西出來的時候 是要按住這個地方 軟的 有沒有 有看到嗎 對… 那這樣子我們倒下來的時候 再按它 才會很均勻的到你的頭皮上面 很貴嗎 不會 還好 你拿著的時候 你洗完頭 你把它打開之後 碰到頭皮之後 因為它可以畫線 你畫線的時候就一擠 它就會碰到你的頭皮 因為一般人會抱怨就是 我常常頭皮類的商品 還沒弄到頭皮 就在頭髮上面全部倒光光了 對 因為它沒有那一個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指在這裡 我把雙手按到你的頭頂之後 往下按壓 當你要滑下來的時候 一定要放鬆 為什麼 因為你往下 如果你這樣硬扯 你會扯到你的這一個毛囊 如果你的毛囊 特別脆弱的人 它就會掉下來 所以我們往下按壓之後 放開 放鬆 再換地 再往下 再放鬆 看了就很舒服 對 感覺很舒服 然後其實它很快就吸收了 當你吸收完之後 你的手不能直接這樣拉 千萬不要 就是從下面往下 就是要溫柔一點 對 重點是 我想給大家試 我的手完全是不油的 不油耶 對 其實任何擦在頭皮上面的商品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同事 其實它完全是不油的 等一下 我要告訴大家一個更神奇的 你會發現它的根部 擦完之後 是不會扁扁塌塌的 對 它是會很快吸收 它是膨的 所以其實大家在擦頭皮 任何商品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切記 好 謝謝 謝謝 用正確的方法使用抗熱護髮噴霧 保護頭髮防止淡裂 再用骨髮精華素按摩頭皮 伊玲老師護理後 詢問頭髮變得健康又盛華 最後那一位 妳要去哪 妳不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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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解路 伊玲老師不是講說 視頻很重要嗎 所以我就 又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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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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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她耳環好像 妳有沒有看到她的鞋子 哇 真的 這房子好像必備品 妳穿這樣連變態都不敢靠近 對 這要更好了 其實剛才那個 Kenny的錯誤的示範就是 她需要什麼東西對不對 對 Sanlise她到底不需要什麼東西 哪裡會這樣剛剛好 不是嗎 沒有 她很複雜 她其實是很希望把 現在所有儒心的元素 都放自己的身上 就是身上放 對 其實是錯誤的 為什麼 對 人家並不會覺得妳很時尚 反而覺得妳真的是太亂了 首先我覺得太多流行的元素了 所以應該把她們都一一地除掉 好 其實我們就把這個外套先除掉吧 我的天 妳也不要 妳也不要 妳也不要吐掉 我裡面也有拖到好不好 你該不會胸罩 可能胸罩 對 胸罩也 不是 胸罩也 這個不要了 那我其實覺得還是太多了 真的嗎 比較很單調 老師 怎麼會單調呢 這麼多東西還單調嗎 很亂 她連耳環都 是 而且她耳環好妙 好像開罐器 這個也不要了 真的 你看 重點就是在於 妳就是要剪肩膀 還是要妳的那個耳朵 還是要項目 距離太靠近了 太多重點了 沒有 其實妳看 那個脖子 這樣有脖子了 還滿修長的 但是加了這個呢 沒脖子 脖子更短了 對 臉好圓 對 也是眼睛 妳看 這個也不需要 這個是什麼 妳現在很流行 這個卯釘我知道很流行 但是不用這麼多地方 妳到底要人家看妳哪裡 頭 耳朵 就是全身都要看 不要只看我的美麗的臉 這是戴在身上 對 我覺得根本沒有看到妳的臉相機 是嗎 看到其他東西看得太多了 對 就是妳的臉 戴這麼漂亮 為什麼要戴這麼多東西 哪有 老師妳好客氣 妳不要 還是妳們太好了 真的 妳看 現在是不是比較舒服 有 好一點 正常一點 可是我覺得還是太多了 還是太多了 這個也不要 她是要走一個 的路線吧 可是這是龐克路線 她要走很多路線 妳看這個都不停足音 然後不停足音 全部都呆到 對 這個都不要 要拿掉那麼多 都不要了 對 然後我建議妳 妳有覺得很赤裸裸嗎 還沒有 剛才不是這個嗎 剛才不是這個嗎 對 可以妳代替這個 就比較簡單 對 但是它的顏色 其實還是相當地配合 對 就沒有這麼複雜 再來有時候 卯丁不要都是往自己的身上丟 真的太多 妳看這裡又有這個卯丁 然後 卯严很小 男朋友身上丟 卯严拿下來吧 卯严很嚇人 對 卯丁有攻擊性 就拿掉一個 就哪裡還有男人敢靠近妳 真的 真的 自我保護嗎 不用吧 就比較好 就人緣不好 好 大家可以看出那個 差異 這個氣質多了 對 紅葉也是黑跟金 但不一樣 對 還有我覺得呢 雖然是減輕了她的負擔 就是那個魯丁的名字 但是她的鞋子也真的太過誇張了 真的 真的嗎 老師 誰會在烏捷路穿成這樣子 倒是走 就是我 我會 只有妳 一個神經病 沒有 我很特別好不好 我建議妳 妳還是可以有那個卯丁的元素 可是妳可以選擇這樣子的 看起來也比較 就比較有女人味 這整個就太兇悍了 不用說男生了 妳穿這樣 只有女生都怕 連鬼都怕 是比較女人味 對 比較有女人味 對 比較有女人味 就會走在烏捷路 妳覺得很多人看著妳 是因為妳很漂亮 妳穿得 不是 其實是女婿 其實是女婿 是太誇張 沒有 妳看 她現在還是有搖滾風 但是看起來就整體就 對 真的 會比較正常 而且腿比較細 對 給大家看一下 謝謝 腿比較細 對 真的耶 好了嗎 這就是說不要把身上 完全完全全在每一個 能遮蓋的地方 都把它擺上 經驗流行的元素 妳看 那 導播我們給她拉拉一點 她的腿 妳看她換了那雙鞋 她的腿比較細喔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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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下卯丁外套 換掉跨蛇天竹的卯丁頭飾 耳環 項鍊 手環戒指 換上充滿女人味的 卯丁高分量鞋 時尚災難 就變成時尚焦點了 聽聽到最後老師的叮嚀 其實我們有很好的商品 但是切記頭皮一定要保養 當然頭髮的保養也非常重要 切記每次要吹頭髮 或上任何工具的時候 要幫忙頭髮上一點點 就是隔離霜喔 好的 第二次老師呢 大家千萬要記得喔 雖然是要在一個炎熱的地方 就是一個天氣 要打扮得漂漂亮亮 但是也不要忘記 雖然是要非常的舒服 也要非常的時尚 但是時尚並不代表 要花很大很大的錢 其實也是可以很輕鬆地 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漂亮 非常時尚又非常非常的舒服 是 還有我們有東西 要送給觀眾對不對 觀眾一定要上我們 女人我最搭新加坡的官網 然後可以參加我們的有獎活動 因為可以迎娶數碼相機喔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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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